阿婆有款游戏超猥琐特别适合你 我不是那样的人 全班点赞 安排 大家好我是王凯 今天要是玩的游戏挺无聊的 名字是蚊子模拟器 当然看了游戏图标和介绍 不免又对蚊子感兴趣了 游戏中玩家扮演一只已经12分钟没有吃饭的蚊子 甚更半夜在女生的卧室吃自助的任务挑战 脑子还在想想手已经点击了下载 游戏下面有人评论 能下载这款游戏的人 你肯定也是一名老色批吧 看完这个评论扫子我呀 我堂堂有那么多假粉的up主 在道德上被你手术带兔了 我这18岁的老脸往哪放啊 不过看人还真挺准 但是我是批判性的试玩 我倒要看看这只蚊子要对熟睡的女生做什么 然后记日基本上找物业报告去 打开游戏 哼姑娘你这个状态我都觉得你容易飞走了 没说是恐怖游戏你怎么跟鬼赛的 这位是我们的主人公大号母蚊子 众所周知 公蚊子只喝成汁啊 虽然同父同母 但是口味截然不同 所以不推荐公蚊子和母蚊子结婚 因为饭吃不到一块去 好 那么第一关任务在女生的头部 肚子右大腿各作三口 各位任务就是这么写的 但是说出来就薛薇有那么一点猥琐 老假各位在弹幕打上 up是批判性的试玩 up本人超级正直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最后一个任务让女生开灯 那指定是被咬的火刺撩的开启猎杀时刻了 这是一直掌握了悬庭技术的蚊子 房间看了一圈 这姑娘在哪呢 呀我这姑娘怎么睡地上啊 快嗑嗑抱 蚊子的主观意识和up无关 插句话 这款游戏的广告超多 几乎是陪伴了你所有的游戏时间 哎呀你这个眼哪 倒立切洋葱也惨不成你那个样啊 再借哈做一口 就听着下嘴的声音 感觉这姑娘醒不过来了 再来一口 感觉这游戏没骂难度 纯属游戏作者的恶趣味 就这儿了 哦被咬还是有反应的 骂声音 吊邪了 杀虫技是吗 还有谁啊 这屋里还有谁 看一下游戏任务 不是作了两下连 没被记录呢 后来和其他的老色文的请教之后 才了解 长按攻击按钮 才算完成一次作一口的过程 在这个探索中命两半截了 总是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出现正在喷洒的杀虫技 可让我呆着了啊 脑子是睡着的 右胳膊还站岗呢 杀虫技随意扑杀 得亏你是个不如动物 不然右手就是杀手奔手啊 在耳朵后面作一口 这个音效真的是浮了 就好像一嘴戳脑子里赛的 这右手真有点寄生兽的意思 哎怎么站起来了 这面无表情的梦游了吧 大姐你眨眨眼吧 太吓人了 你这仿佛是冤死的 听听着姐姐的脚步声 四条腿才能走出的节奏感 就仿佛是一匹马上了公路 这句话里只包含一种动物 没有240斤 她走不出这么大动静 结果被这240斤梦游的大姐姐打死了 不知道怎么死的 我们再来一局 盯哪摇哪的任务 已经不在话下了 主要是让这个小姐姐 开灯的任务没有完成 这姑娘又坐起来了 躲桌子底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这游戏的建模工艺 还能堆下来打我 要打完呢 用脚踢就离谱了 这不像是灵长类 能干出来的事啊 现在只差一个任务 小姐姐开灯 吵起来这么多次 也没见她开灯啊 这个不是灯吗 跟大白似的 前面这个是收音机 一听这个曲牌姑娘 最次也是东北广场舞女带王啊 起来开灯了 要不是亲眼得见 谁能想到这个脚步声 是一个两条腿的生物发出来的 任务完成了 游戏就是这么个游戏 姑娘就是这么个姑娘 具体好玩不好玩 就看个人爱好了 我是王凯 我们下条视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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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条视频见